如果你在为某一件事情还没有看见你一直在祷告的时候 不要怀疑神觉得说神没有听你的祷告 不确定神会不会听你的祷告 或者说没有照你的想法 你看见的时候 你要知道神听你的祷告 当然你不要万求 天上掉一笔钱下来了 反正我祈求什么就得着 你这里说 天上掉一笔钱下来 我就不愿做工了 在家 翘脚了多爽 我有听过 你讲到耶稣那么好 你讲到你们神那么好 要天上掉一笔钱下来 那这个叫万求 神不要我们变成懒惰的人 这是万求 神会借着怎么样祝福你 他不会天上掉一笔钱下来 他会给你一份好的工作 他会给你能力 他会给你资源 他给你才干 给你一份好的工作 让你可以有所供应 得着供应 所以不是你要看到钱掉下来了 才叫做神祝福你 其实每一天我们能够有工作 有资源 每一天有供应 我们生活在供应的里面 这都是我们天父的祝福 天父给你聪明智慧 天父给你柴杠 天父给你懂得怎么样 在你的工作上去面对你工作上的问题 这些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 这都是神的恩典供应给我们的 这也是供应的 所以不要万求说那天上掉钱下来 不可能的话等不到了 等到我先得着 所以你也不要祷告说 那有的人万求说 那我要换一个丈夫 换一个先生 这个叫万求啊 不要白日做梦 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白日做梦 除非你还是单身 你想要神为你预备 那如果你祷告神为你预备最好的 你还不如祷告神为你预备合适的 因为最好的不一定合适你 但是神为你预备的 一定是最好又合适你 那已经结婚的 不要奢求说 那我要换一个先生吧 换一个太太吧 最好的已经在你身边了 夫妻之间磨合 那是很正常的 如果你要婚姻越来越好 你一定要让耶稣成为你婚姻的铁三角 你会越来越好 你的婚姻会越来越牢固 因为现在的生活都是 离婚 结婚 离婚 能够下彩了 好像是很随时都 很 他好像是一件事情随时都可以 今天合就一起 明天不合就分 下彩啊 吃彩那样 除非是特殊案例 比如说有家暴啊 你生命受到威胁啊 当然 或者一些特殊的案例 所以不要去忘求 如果你祷告了 你一直觉得说 要苦苦的来哀求 好像我要一直祷告求这个东西 你的意念 你的心态 比如说我要健康 主啊 还没有得到健康 我有看到 主啊 我还会痛啊 好像要苦苦哀求 才会得着的话 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 这个是错误的想法 这个是错误的想法 因为还有律法的思维 在我们的里面 律法的思维就是 你需要神的祝福临到你的话 你需要做得够好 你的行为需要做得够好 神才会祝福你 这是律法的思维 这是交换条件 好像交换条件一样 我做得好了 我就有资格得着这个祝福 这是世界的法则 也是如此 因为世界的法则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就会以为说 有时候我们的思想 意念里面会以为说 我要苦苦的哀求神 我要得着这个东西 好像要很辛苦去 我要一直求来代表我很虔诚 有这样的意念 因为一些的宗教也有教导 三跪九寇 你要苦苦的哀求 去得着他心所愿的 但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 我们跟神的关系 却不是这样的 你不需要苦苦哀求 他已经给你了 县上的弟兄姐妹们 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 神在邀请你 他渴望来爱你 他渴望你知道他爱你 他乐意来帮助你 他想要 让你的生命有一个归宿 有归宿感 有安全感 因为他爱你 爱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 你想要接受耶稣 邀请你跟我一起做这样的祷告 主耶稣 谢谢你 是你先找到了我 不是我先找到你 是你先找到了我 在两千多年前 已经为我钉在十字架上 舍了你的生命 把我救赎回来 赦免我一切的罪 我来到你面前 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了 但感谢主 我所有的罪 过去现在 未来的罪 你都已经承担了 我接受你成为我生命的救主 从此 我是你的孩子 你是我的救主 谢谢主 你与我同在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